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中央电视台军事报道 部队在哪里 官兵在哪里 镜头就对准哪里 战场在哪里 危险在哪里 军事记者就出现在哪里 新春走机城记者在站位 军事报道多路记者奔赴风雪边关 演讯一线 真实记录新年度实战化练兵的火热场景 切身体验部队官兵练兵备战 精武强能的崭新风貌 今天让我们走进火箭军某洲际导弹部队 探访他们的地下坑道训练 我现在呢是在地下坑道 这里是驻军场临时大军事报道 跟着 跟着阶纳队员 在行李 跟着这个客战军查分队 进行同一出合 这里是闽南某训练场 像我身后的最终宽军场 某里的就是影响的 这是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营 正在组织的全流程发射演练 在地下坑道内 全营四大系统数十个专业 协同配合连贯实施 模拟洲际战略导弹对敌实施打击 才搞了几趟 已经喘不上气了 我体力还可以 但是呢 我们火箭军某旅的战友们 他们的站位呢 就是在这个坑道里 每天这样的训练呢 这样的战备训练呢 他们都要进行 就是要保证 能够一生命下随时应战 今天的我的站位呢 也是在这里 在坑道里 这是我军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 创造了战略导弹部队多个第一 足见六十年来 这支部队武器装备 经历了三次唤醒 射程越来越远 精度越来越高 威力越来越大 如今 在这个导弹里 依托阵地锤炼战时生存防护 和反击能力的 长时间密闭生存训练 已经成为常态 这个地下坑道呢 上下相连左右相通 有很多的区域 和我们小时候钻的那个山洞呢 很相似 但是不同的呢 是多了很多这些现代化的 通风的管道呀 电路呀 管线系统 再往前面走呢 是红色区域 是不允许我们这次 采访进入的区域 绿色区域呢 可以进行采访 下面呢 我们就到生活区呢 先来看一看 包含饮食 住宿 医疗等功能的生活区 也是练兵场所 尽管空间狭小 但官兵自创的体能训练 依然开展的热火朝天 在封闭的坑道里 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没有平时战时之分 实时展开的体能训练 有助于官兵缓解疲劳 提振士气 这儿呢是坑道里的一个通道 同时也是战士们的休息区 这是战士们的床铺 收起来是这个样子 打开呢是这样的 我躺上去感受一下 长短可以 左右翻身的话呢 有点紧张有点窄 别看是一个床铺 它呢也是战士们的一个站位 在坑道里 站位上的训练是多样化的 三抗一岛 就是官兵在实战化训练中 总结出来的 三抗一岛 主要是指抗疲劳 抗缺氧 抗饥饿和导食材训练 主要是部队进入了阵地以后 这个面对未来可能面临的 高强度连续作战 长时间密闭生存 和食物短缺所引起的问题 进行的一项针对性的训练科目 对于常人来说 吃饭睡觉都是生活的享受 但对官兵们来讲 三抗一岛每一项训练 都是一道难关 由于地下空间封闭 感受不到大自然的昼夜更替 人体生物中容易产生紊乱 怎样按时按点入睡 也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这也是为了将来满足连续不间的作战需求 而设置的一个训练科目 其实通俗的讲 就是让你几点钟睡呢 你就几点钟睡 让你几点钟起 你就几点钟起 按照训练的需求 作战的要求作息 这本身也是一种训练 午餐时间到 原先开展体能训练的通道 现在变成了餐厅 这一袋压缩干粮 就是一个人一整天的口粮 吃完一块饼盐 然后喝了50毫升 很精确 对 因为一天的量 如果说要是超了的话 那么可能下一次就没有水喝了 正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 战斗警报的声音突然响起来了 战友们呢 迅速地到各自的站位上去就位 准备好 联合 通过这样的训练 来保证我们的号手 全天候在站位 确保部队 随时能战 准时发射 有效毁伤 锁定随时能战 随时发射 有效毁伤的战斗力标准 官兵的底气从何而来 他们在极限环境中 不断战胜自我 勇于超越对手 练就制胜本领的临战姿态 已经给出了答案 采访呢 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战士们准备打仗的这种状态呢 仍在继续 他们告诉我 只要进了坑道 打仗这根弦呢 就时刻紧绷着 在这里坐卧行礼 都是为了那两个字 打赢 地下火箭军战略导弹部队的 坑道训练还在紧张进行 而空中 空降兵猛旅一朵朵散花 也将绽放蓝天 一场降雪过后 散兵们在机场集结 整装待发 准备进行协装跳伞训练 这里是玉北猛军用地场 大雪刚刚提下不久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远处除了跑道之外 其他地方还是白雪茫茫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跳伞带来很大挑战 上午11点 参加跳伞的官兵 在投放员的指挥下 迅速整理伞具 披挂武器装备 之前我已经跳了60多次伞 但是雪地跳伞还是第一次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但是经过前期刻苦的训练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跳好 检查人员仔细查看 跳伞员的伞具连接 和武器披挂情况 跳伞员必须连续经过 三道检查线 确保万无一失 冬季跳伞 人的身体本身就比较脆弱 而且在雪地中 跳伞员容易滑倒摔伤 为此前期我们专门 对雪地着陆的动作要领 进行了讲解 还为官兵配发了冲气石 护怀和护臀 下午1点 树架战鹰满载跳伞员 依次升空向预定空域飞去 因为是第一次在雪地上 进行跳伞 投放员不断给大家加油鼓劲 地上有鸡血 大家赶快点跳 抵达预定空域 离机信号响起 跳伞员勇敢跃出机舱 在对空广播指挥下 跳伞员平稳操纵降落伞 躲避友林 判断地面方位 大约两分钟后 依次在雪地上安全着陆 打仗不分天气 这次在雪后低气象条件下 组织部队跳伞 就是要使部队随时保持 随行任务的状态 从而增强全天候 全时域的空降作战能力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老挝在万象省库马丹学院 举行盛大集会 庆祝老挝人民军建军70周年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本阳 在庆典集会上发表讲话 本阳说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 和严格考验 老挝人民军锻造出 坚强刚毅的品质 不断发展壮大 当和国家间隙 老挝人民军将继续传承发扬 民族和革命军队 英勇不屈的传统 克服各种困难和阻碍 夺取更大胜利 建立更大功勋 为建设和平 独立 民主 统一和繁荣的老挝 做出新贡献 上午8时40分 阅兵式正式开始 老挝国防部长战商盟 检阅了授阅部队 最后 伊沙拉部队 人民解放军 人民军工军旗队 等20个徒步方阵 和步兵战车 坦克防空武器 等5个装备方阵 先后通过管理台 阅兵式上 老挝空军还出动 三架直升机 以及八架教练机 进行飞行展示 并进行跳伞表演 老挝人民军各军种 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 等今万人参加庆典集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 可俄罗斯 越南 柬埔寨 缅甸 泰国等国军队代表团 观摩阅兵式 老挝人民军前身 为创建于1949年1月20日的 伊沙拉部队 1965年10月 改名为老挝人民解放军 1982年7月 改称老挝人民军 老挝全国武装力量 由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 由中央国防治安委员会 统一指挥 实行主力部队 地方部队 和民兵相结合的 全民国防体制 总兵力约18万人 主力部队由陆军和空军组成 主要担负机动作战任务 地方部队主要担负 本地区范围内的作战任务 民兵平时以生产为主 战时配合部队作战 当地时间19号下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原建老挝人民军103医院 综合医疗楼 在老挝首都万象 举行移交开诊仪式 这座综合医疗楼外观漂亮 建设标准很高 我代表老挝人民军103医院 感谢在老挝人民军建军 70周年之际 中方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据了解 103医院综合医疗楼项目 于2016年开始建设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原建 未来五年时间里 中方计划派出 十个批次的元老医疗队 目前第一批次由九人组成 涵盖神经外科 肾脏内科 重症监护等八个专业 此次援助老挝103医院 是我军系统援助 祖父姓医院的第一次 我们这次采取的这种方式 就是通过带教和帮带 把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留在当地 这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海拔3000米的西藏东南腹地 气温已降至零下15摄氏度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侦察营的新战士们 开始了高原侦察兵专业训练 面对充满挑战的训练科目 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呢 我的兵之初 一起来看 今天迎接我和战友的第一个科目 便是狙击枪实弹射击 这可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 当然也包括我 我叫刘发杰 入午前洗午三年 成为一名侦察兵 是我从军的梦想 虽然如愿以偿 但魔力才刚刚开始 趴在这里的时候就有点紧张 这个机会很少 他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住这颗子弹 大家还想不想打 想 还有童子不想打的 没有 打黑组 有 有 一 第一个 好 一 好 好 这边 好 好 这边 好 好 指导同志等一下 第一组 出列 第一次打局 然后还是这种高精度的局 打起来感觉特别精准 就我看到打了一死吧 感慨就是 这种东西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见的 或者小说里才有的 没想到今天我也能趴这打 从小就是想当一名狙击什么 现在终于有机会体验一下 能感到 能把这梦想实现 感觉非常的自豪 我和战友们对狙击枪实弹射击还意犹未尽呢 班长就又带我们开了定向越野 我们一个班分成了两个小组 我被任命为小组长 明确任务后 根据坐标在地图上确定了行进路线 但在原始森林里走着走着 我们就迷失了方向 从地图上看 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一个点位 由于时间限制 我们只能放弃 寻找下一个点位 长途跋涉 让我们出现了体力不支和高原缺氧 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 作为小组长 我感觉很内疚 初次体验定向越野 我们们的完成任务 由此让我感受到了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侦察兵 需要付出的还有很多 接下来是更具挑战性的牙壁攀登 这个科目考验的是 心理素质和身体协调能力 战友们都跃跃欲试 不! 仰静攀登前准备完备 请自射 射 3 仰静 加油 第一个攀岩的是我的战友 杨静 他出生于三代军人家庭 自幼受父辈影响 做什么事 都有着一股永不服输的劲头 仰静 不要跑上去了 上 上 上 报告班长 刚刚手滑了 脚踩空了 我想再试一次吧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感觉呼吸特别困难 因为是在高原上爬 感觉现在有点缺氧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然后感觉手跟抽筋一样 发软了很 还有腿上特别没力 用不上力 虽然今天我两次都没有爬上去 但是这点挫折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在我来当兵之前 我爸就一直在盯住我 当兵就要当侦察兵 在军营里面一定要吃得了苦 受得了累 遇到点挫折一定不要轻言放弃 在狙击枪射击中 体会到沉着冷记 方能百步穿沿 从定向越野中学到了坚持梦想 就能到达终点 在崖壁盘登中感悟到 勇于挑战就能战胜自我 高原侦察兵的初次体验 收获满满 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当兵的初衷 在新的一年里我想对爸妈说 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 新的一年里要有新的目标 每天做一点 让自己更进一步的事情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突破武装五公里 为自己加油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做好吃苦耐热准备 实现自我超越 加油 爸 妈 我在部队过得很好 请你们放心 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的 爱你们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练出八块伏击 干就完了 在2019年里我要超越自我 在崖壁盘上突破15秒 加油 在2019年我要打个五四环 为自己加油 我是高原侦察兵 我是选业小爷 临近春节 湖北 安徽 江西等地 纷纷开展一系列佣军优属活动 为军人军属送去喜报和慰问品 也送去了温暖和关怀 这两天湖北省仙桃市人武部 把逆风风喜报一件件慰问品 送到立功受奖军人和军列属家中 彭婷的丈夫胡俊 是驻香港部队舰艇大队某护卫舰的一名济师 因此2018年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 容力三等 看到丈夫在军营立功受奖 彭婷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高兴 更多地去理解他 然后去让他解决他的照顾好家庭 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让他更好地去在他的工作当中 勤勤恳恳大胆创新 让我们现役军人家属 退役军人享受到关系和温暖 在江西平乡 安徽柏州等地 军地相关部门 纷纷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送去席报和慰问金 并在媒体发布军人光荣榜 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 还开展免费体检 参观红色旧纸等佣军优属活动 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比我们军人的家属来讲 很伟大 很光荣的 我们讲的很温暖的 要让我们军人的亲属 能够在家感受到 我们党和政府 对他们的关心和关怀 能够让我们参军的这些军人 在军营安心服役 继续为国家再理性功 来关注一则战士救人的消息 1月18号上午 江苏无锡的一家商场里 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 从扶梯翻落 第72集团军牟旅战士王子浩 飞升将孩子救起 这是当时的监控画面 9个月大的孩子 拖着学步车走上了电动扶梯 在距离地面5米高的电动扶梯上 连人带车一起翻倒滚落 正在休假的第72集团军 牟旅战士王子浩 迅速从下行扶梯 跨越到上行扶梯 抱起了滚落的婴儿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救人 然后就立刻冲了上去 将婴儿扶着起来 看到孩子无大碍 王子浩就转身离开了 这小伙子真的挺好的 真的不错 非常感激他 真的衷心地感谢他 当地时间1月18号下午 正在亚丁湾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的 海军第31批护航编队 接到巴拿马级货船 海兰之春号发来的紧急求助信号 船员耿玉龙胸闷心慌心脚痛 疑似心肌梗塞急需救治 护航编队迅疾派出医疗组 前出失救 经检查初步判断患者 为颈原性胸痛 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 纠正颈椎错位治疗 治疗后患者胸痛症状消除 恢复正常行动能力 国际方面在俄乌关系 因克制海峡冲突 持续僵化至近 19号 美国军舰再次进入黑海海域 俄称已派出一艘护卫舰进行监控 据俄罗斯国防部19号的消息 莫斯科时间当天晚上8点50分 美国唐纳德库克号驱逐舰 驶入黑海海域 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的 求知号护卫舰 随即对其进行全方位监控 俄方强调 根据国际公约 美国军舰在黑海海域内 活动的期限是21天 在去年11月 俄乌克士海峡冲突发生后 俄就对美要加强黑海存在回应说 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参与 乌克兰企图在黑海 对俄罗斯发起的挑衅行动 美国和北约军舰在黑海的存在 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去年就有6艘美国海军舰 船驶入黑海 本月初美国海军的 麦克亨利堡号登陆舰 也曾驶入黑海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